哇没想到啊 没想到没想到啊 啊真的没有想到 啊 罗斯格也是把龙宗泉给喷掉啊 可以啊生日快乐啊小龙啊今天生日 好 说什么生日生日buff呢 啊一般有生日好像过生日在那一天的成绩好像都不是很好 很玄很玄学现在就打真理战一喷子 你怎么说兄弟你上来你不上来我下去 哇这个好timing 他抓的真好队友与队友之间的一个对决啊 真是吓死了 就您的选择很多 还可以去找人打 可以 哇 dj dj 被推击打了 一颗雷一颗火 好的 好雷啊没问题 很轻松 是啊 奶奶 奶奶不知道自己的脚底下有鬼 是的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啊 他好像有点这种意识 呃是的因为一开始 跳伞的时候他只他算了一下这个伞难收 你可能在那种房子里面埋着哎那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啊 对 呦前面打掉一个低 在车上开野两个人互相野 我最终 你比谁 你得更厉害啊 那个枪开出来就回了 哦 露露打掉了木子里 我发现了 龙死哥我发现了 他真是一路坎坷呀 这走到哪儿 想小搜一下啊 都是有人 诶诶诶诶诶 这边是波菜没有听到吗 龙死哥是知道他在的啊 然后直接解决了 龙死哥来讲还可以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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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个车 结果遇到了小叮当居然是一个二倍镜的迷你 呢啊 公主转换了没药包了 哎呀 果然你看 虎威 哦 男的 我被这个手酷酷到自己 两个人 无意生还 是的 啊 他们这种就暂时哎 我不打 我守住我自己目前这个 小范围的战斗就可以了 不贪 哪一点也不贪 然后我们看到 不想露出这种太大的动静 是 大金是想埋的 大金听到周平在上面走 不过从 大金好像不太想打了 位置暴露稍微往后收一收 龙子哥那边好像近点也来人了 然后解决 然后这种房区 之前零术好像也是打了 用连锯打了过路 就收了点过路的人的 我就在这种圈 我就死控这边的遗迹房 大金有喷子 他怎么掏出一个这么个玩意儿 这已经是我看到的第五码了 好像来了 就这个位置 怎么说 我以为他要整个活扔个锅什么的 还有个背身 他如果再往前走 可能也担心 对方反应过来 所以没有做出这种驱动 哎呀 你劝人家 螳螂捕蚕黄雀在后 以为自己赢了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 结果大家用栓居 现在很多 因为就是一个 对吧 各自为战 博良和鱼人之间的双鞠对决 嗯 哎 先中一枪鱼人 怎么回事 我毫不畏惧啊 对呀 两个人用双鞠就一直用双鞠嘛 只要打到头都是一枪 哦 大鱼 鱼人 是的 博良 过了 鱼人节过了 是的 鱼人节过了 鱼人节过了 我听到这句话 赶紧穿上个大衣 好冷 都跑到近点的话可以分了啊 但是两个人都没能进到这个篮圈 炮楼 包括说灵树这边的假设库都已经是不在圈了 谁能够拿到 谁能够就之后能够上那个反坡 上这个偏中心点方向的反坡 选择双鞠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哎呦哈哈哈哈 说来让kk啊 打掉了小铃铛 这有之前17呃 17的三个队员的 实际上这边和小鬼先打了起来 然后小北在旁边一躲没躲 因为他自己的近年有一个崔西医 也埋了很久啊 真的 你从 id 来看上一波 para 然后这一波是17都是选 好像都在内斗 哈哈哈是的 一会博良要碰到打过了 还怕好死根吗 对吧 继续追 拿着一把奔继续追 是的 哎呦 但是对方是一个四倍镜 四倍镜的 aug啊 四倍镜的 aug 血量都差活了 这能说 嗯 小北补下了这最后一点伤害啊 只能说 哎呦这真的看到人 哎呦这 最后哥尔沙赢了 嗯是 这是这种近年作战的话 哥尔沙很难不赢啊 是 哇这个闪光正好把对方给闪白了 哎 自己的血量已经不足了 小北 小北给了一枪 把两个人的最后 崔七一来了 是的 所以现在的对决 变成了崔七一和小北两个 真的是的 感觉自己的血量已经不足了 所以先往后撤一下 想一起暴头 但是还是最终小北 拿下了这一场 第一场solo战 呃 他胜利 他胜利 胜利